哇 我的天啊 我爷 这鸿米饭一整个饭张力拉满了 今天的生菜应该是我做吃播以来 剩的最多的一次 很龙啊 各位 这两天特别想吃那种辣辣的江西小炒 那我们今天就去吃一家 我在恒州种草了很久的江西炒菜馆 Let's go 一位 来吧 我们来扫码点个餐 他们家的招牌 每个菜鸡爪必须来一个 然后芋头牛肉 然后江西鸭三件 再来一个爆炒牛蛙 爆炒芋头片 再来个上饶炒牛肉 行吧 我们就先点个六个菜 给反正后再加 米饭需要点吗 哦 哇 满满一盆 爆炒牛蛙 然后这是它叫的粥排梅干菜鸡爪 哇 这个鸡爪牛它已经肉眼可见的脱骨了 然后这是一份上饶炒牛肉 有一说一它牛肉给的量真的还是挺多的 咱们就不等所有的菜上期先开吃吧 先来吃一个梅干菜鸡爪 这个鸡爪已经炖的可怕可糯了 入口的第一感觉是那个鸡爪的咸香 之后最重要的就是那种辣椒的鲜辣 同时拌有浓郁的梅干菜香 再来一个牛蛙 它这个牛蛙入口就是直冲你口腔的辣味 我感觉这一包牛蛙才特别适合下酒 再来一个上饶炒牛肉 它这个牛肉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嫩 它是属于那种比较有嚼劲的肉感 但这个牛肉我感觉是提前腌制过的很入味 辣炒芋头片 这个芋头片的口感非常的丰富 很多样 它是一种又脆又糯又辣的口感 这件事情 我这个写不是什么 好啦 这件事情 我可以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 我的救星终于到了 锅过来了 有点糟不住了呀 来吧 我们直接拿剩下的梅干菜来拌拌 再加入芋头牛肉 芹菜牛肉也来一点 我的妈呀 这碗米饭谁看谁不迷糊呀 我感觉我这碗米饭都已经沉甸甸的了 哇 我的天老爷 这碗米饭一整个饭张力拉满了 我感觉 江西菜牛肉在辣椒堆里找肉吃 今天的剩菜应该是我做吃播以来剩的最多的一次 基本上每一道菜都剩的 因为真的已经有点被辣蒙了 剩下的这些打包再回去 晚上慢慢吃 好了 各位 今天我们这一顿江西小小就吃到这了 他们家味道很正宗 但是也够辣 真的是把我辣的撕哈撕哈的 喜欢吃他的朋友真的可以来冲一下 他们家的味道真的还是挺不错的 OK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大家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见 拜拜